欸 曹祖國 欸 你覺得LCK哪隊會打進季中賽啊 Gryffin 啊 SKT 都沒贏過 啊 那NA咧 TSM吧 有畢爾森怎麼輸啊 英雄聯盟趁機賽戰的火熱 隨著冠軍的出入MS 參加隊伍也大致敵定LCK 由三冠王SKT出戰NA 在由大師兄帥你的TL代表 去野由MS跟LPL鬥到等到吃個禮拜 才能確定 看你開始多少隊伍 對不起啦 開港澳LMS接候賽於上週末完成第一階段賽 首日HQ雖然擊敗J-Team 但隔日與閃電郎熬戰之後敗陣 直步春季之與閃電郎成功取得春季總決賽的門票 他們將與MAD在高雄電競館展開最後決戰 電競全新里程碑星光計畫產學聯盟正式啟動 本計畫由中華民國電子基金運動協會主導 並整合國內各大電競企業領導品牌資源 以全國近40所高中式大專院校電競相關專班等 電競產業相關企業領事協助學校實資培養 符合國內電競需求的技術人才 強化我國在國際電競信場的競爭力 新化計畫產學聯盟的計畫第一期由中華民國電子基金運動協會發起 電競交易為主體旨在打造教學實作平台 同時深化我國電子基金運動產業的發展 巴黎聖母院大教堂於當地15日下午5.50分發生大火 文化瑰寶複製一聚 不過先前知名遊戲開發商 Ubisoft 曾經耗費兩年的時間 與刺客教條大革命中重現了巴黎聖母院 專家表示這將有助於進行1比1重建 由於刺客教條大革命完美還原建立了巴黎聖母院3D魔蘇檔案庫 其機器程度遠遠超過於Google Map Earth上的解析度 也為巴黎聖母院重建點亮曙光 由騰訊遊戲以及PUPG Cooperation 共同研發的吃雞手遊絕地求生M 宣布正式上線同步推出加碼活動回饋玩家 玩家不妨期待一下後續官方的更多合作內容 以上是本週的電競朝新聞 我是小主播小台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